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富贾天下 我是顾老师 今天的行情 今天的大盘当然不好 这个跌了快300点 我认为这个行情 它就是在走一个所谓的加速赶紧的动作 本来我们都是在16200附近做一个震荡游走 16200震荡游走 那你打到16200的时候它就会反弹 那现在这一次下来呢 它就正式跌破16200 甚至于说尾盘再收的话 有可能在16088以下 就是说这个行情怎么看呢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跟可怕 它最主要的是有很多的消息面 现在谈什么东西 在谈所有的AI的晶片的这个所谓的法案 说这个要提前实施 那这个AI的限制令 我觉得它早就已经在做 当然大陆这边 当然它提前有买很多晶片 那我认为它认为 大家都认为说它会影响到 未来的这个所谓的前景 其实影响到这些半导体厂商真正的前景 是因为大陆的经济泛缓 全世界还没有 应该说全世界的这些外资法人 他们对于中国的这边的看法 他们其实还是蛮偏颇 偏颇是说他们已经习惯中国大陆的 这个所谓无厘头的消费 跟无厘头的这个所谓的 刺激经济的手段 可是因为在COVID-19之后的三年的封城 他们造就了很多的外商 离开了中国大陆 因为我生产好的东西 你一下子给我封城 我什么都做不出来 货出不来 人进不去 你当然钱也进不来嘛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它就会造成一个现象就是说 其实很多厂商已经搬走了 至少都测掉30%以上 那我的就业人口就少了嘛 你中国大陆这边的消费力就往下降 这个我在上个月就跟各位提到 大陆的恒大地产他们有问题 恒大这边出现问题 碧桂园出现问题 代表了它的景气是趋缓 那消费力就会趋缓 就算它今天买了AI 它后面也是没有办法再消费 因为它的市场已经在萎缩了 文青一眼那要干嘛 你中国大陆的AI 你打进去 它还是限制你很多东西嘛 你中文 其实无所谓啦 我认为这个AI的部分 大陆已经在做了 他们就已经在做人脸辨识 它人脸辨识辨识的比 其他国家更多嘛 所有东西都数位化 当然它的目的是要控制啦 当然是控制啦 那以这边西方国家的看法 就是说它没有要做控制啊 做的是伺服器啊 对不对 伺服器你现在开始做嘛 从第三季 第四季 到明年第一季 第二季嘛 未来的这个所谓的三个季节 就是未来的大概九个月 大家都会加强架构AI伺服器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报章杂志说 广达董事长说 AI伺服器的订单一直来啊 人保也说订单也一直来嘛 订单都一直进来 意思就是说 它除了在NB跟PC以外 它的AI伺服器就是会进场 再从台积电的法说会去看 对不对 台积电的法说会讲得明白 AI需求强劲嘛 推升三奈米的动能 PC跟手机的终端市场 已经开始稳定 这我们要看稳定这两个字 稳定就是说它已经持平落底 那你持平落底之后再补AI的进来 我讲这个是AI伺服器 还不是在说这个所谓的 未来的AI的PC 跟AI的笔电 代耳电脑DEL 他也说他要做AI的PC嘛 那你AI的PC出来之后呢 NVIDIA就很聪明 他去跟ARM、ARM合作 去做这个AI的 去做这个所谓的NVIDIA版的CPU 好,Intel就倒霉了嘛 Intel就倒霉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一个需求 就是说AI已经 AV会 AV会 Anyway 就是到处都有 随时都有AI的东西在里面 制服器也好 笔电也好 PC也好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所有的中和版的 所有的需求面加在一起 那既然这个所有需求面 加总在一起的时候 那好了 那今天台股在跌什么 因为你突然一个财测不佳 大家就受到这个冲击 那认为就是说 这边好像什么都不好 所以我认为今天外资卖超 应该超过200亿 那你外资如果说 卖超超过200亿 那也不错 因为过去两年以来 外资已经在台股卖超2.2亿了 它对台股的持股比重 已经低于40% 外资的比重低于 就是对台股来说 它低于40% 表示说它退汇出去 出去的资金是超过 是超过了过去几年的量 代表什么意涵 它们早就在撤出 这个所谓的雅股的部分 你看台币今天是贬值一角 贬值一角 看得出来它就是要汇出去 看得出来 那意思就是说它是去 这个是因为台币贬值 如果 不要说如果 FED确定12月这边附近 大概就会暂停升息 大家都预测明年的七八月 就会开始走降息循环 那如果说在明年的三月四月过后 台币开始 就是美元开始转落 台币开始转升 那你认为这个所谓的外资的部分 会走到哪里去 你去想这个问题就可以了 因为我认为很快 就会看得到 我讲的那个是已经看到了 要降息才会转 没有 它会有一个预期心态 所有的股票投资 全世界的资产 全世界的这个所谓的资产的市场 就是asset的部分 asset management的部分 它只要是扯到资金 外汇的变动 它一定会提前三到六个月 去做一个转换 就是说我会提前还钱 提前换外币 要买股票的话 它会提前把它换成台币 才来买 对不对 你趁着这个台币 32.5 32.6 甚至于说哪一天 莫名其妙来到33.8的时候 开始买进 对不对 开始买进台币 开始买进台股 就这么简单 就开始回补了 到时候再给你一些什么利多 那我认为这个趋势是可以见得到的 尤其是在这个外币的部分 可以看得到说这个反转的现象 已经逐渐在形成 逐渐在形成 当然不是马上就到了 其实在这个所谓的 美股的这个下挫 也是在联准会的预期之中 它本来就是故意升上这个利率 造成这个债券往下掉 债券收益率往上升 然后大家就会警惕 卖出这个风险性资产 那它风险性资产往下降的时候 通膨就会往下降 所以等于是说 它现在在压这个所谓的 它自己的股市 那它未来这个所谓的降息的速度 跟停止升息的速度 就会越来越快 那意思就是说 回过头来去看台北股市 它就是在做一个赶底的动作 这个是资金面的趋势 这个是所谓的晶片法案 出来的这个时间点 再加上说 AI的制服器的需求面 其实你都不用去看人家讲什么 你只要看台积电的法说会 晶圆代工是反应最快的上游 你只要有下单 它就会知道东西在哪里 那既然AI是驱动3奈米的需求 既然NB跟PC下单已经开始稳定 那就是景气面半导体 电子业已经落底 就这样子 那你股价当然不会反应那么快 股价会被新闻面拉动 尤其是像这个什么 德宜的财报 Alphabet的这个所谓的财报 财测不理想 所去做一个牵动 那你今天在大跌的快285点的时候 量能也才2365亿 量能也没有出来 对不对 等于说不卖的人还是不卖 那也没有特别的 很多人跑去买股票 但是你注意看一件事情 今天的鸿海 大盘跌的快300点 它只有跌0.5% 鸿海已经收红K了 大跌要收红K 当然今天的主要沙盘在哪里 广达也在收红K棒 广达也在挣扎 对不对 季佳黑K棒破底 季佳是OK的 为什么 骨本小 季佳的骨本小 所以它容易破底穿头 什么意思 破底反弹 也有可能穿头也有下跌 好不好 骨本小的容易这么走 尾创红K棒 之前跌很深的 今天跌2.2% 广达3.8% 但是它们都说红K棒 他们都说红K棒 红K棒是开低 有点走高 做一个多头抵抗的格局 多头抵抗 看一下潜顶 潜顶是红K 见顶 见顶红K 潜顶是一定涨的 4908的潜顶 有没有 潜顶是一定涨的 因为细光子光通讯今天在拉冷气 所以它们都会涨 见顶也是红K 注意看 这么多金箱电补叠 金箱电就没有 金箱电就是补叠了 以AI的部分里面 这么多档里面 代表着这个已经在收红K棒 跟红海是一样的道理 今天大盘大跌285点 AI的伺服器的技嘉广达伟创 收红K 红海跌的最深的 政治的利空的 也开始在收红K 维影也是收红K 几掌后 多头抵抗 多头抵抗 什么概念 AI伺服器 专门电 对不对 开始收红K棒 开始在做一个多头抵抗盘 这代表说 这一次的政治 就是所谓的法规的利空 再加上得宜财测的利空 过了 它已经过了 因为今天跌了285点 它已经过了 今天已经过去了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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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十月27号开始 就是从月底 等于十月底 十月底 我认为当然就是不好 三十一号 但是 十一月开始 十一月进入一个 所谓的圣诞节 进入一个 所谓Sainsgiving 进入一个 明年一月份 二月份的 所谓的农历新年 这些都是传统的捕获的旺季 我认我们的看法是说 第一个 它一定会有个拉货槽 再来 你这边会有一个所谓的 法人圈的这个作杖行情 因为你一整年都在跌 跌的过程里面 它尾巴的时候 就会稍微拉一下 让它好看一点 等于是说你来到了这个季底 跟年底的作杖 它会比一般的季底作杖 来得更明显 那更不要讲说 这些所谓的 这个AI的个股 从七月份 七月中 跌到十月底 这是微影 它还是股本小的 伪创 七月底 跌到十月底 还在跌 对不对 也没什么涨 广达也是跌翻了 这些大型股都跌翻了 更不要说鸿海因为政治利空 鸿海业绩哪有差到哪里去 它还不算是纯AI 它就已经跌到这么程度 你看 上去之后就开始跌 它跌多久 跌六个月 跌六个月 没有六个月 七八九十四个月 几乎所有的台湾大型电子五个都在跌四个月 那你跌到现在来的时候 你还要去空它吗 你还要去 因为政治利空去卖空海 还是说你是因为说 AI今天突然大跌 然后跑去卖技嘉 跑去卖广达 跑去卖伪创 你卖了以后 然后呢 明天如果反弹 你要不要再补回来 还是说它连续弹三天之后 大涨三天之后 你还要再去补回来 你会补嘛 如果你会补没有问题 我认为说如果说 你是照着这个所谓的纪律化操作 下来跌破支撑 我卖嘛 过了压力 我再买回来 OK 没有问题 赞 棒 非常好 照纪律操作 那是对的 但是如果不是呢 如果不是那你怎么办 因为我讲过了 AI不是只有 现在AI不是只有制服器 已经要走到PC 一定要走到笔电 更不要讲说AI很多地方 已经放到车子上面去用 很多车子它都有所谓的简易的 AI的所谓的CPU在里面 你这样辨识在里面 然后再转到AI的server上 这种部分休息一下回来 我们再来聊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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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运达投顾 沉溺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 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智慧、经验、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欢迎回来富甲天下 刚刚跟各位提到 其实AI早就在我们身边 在2019年2018年的时候 很多公司早就已经导入AI的伺服器 跟NVIDIA A100 它那不是A100 可能是A80这种所谓的晶片组 去做平管 QC Quality Control 因为有时候你东西跑得太快 你去截取影像再去比对 比较快速 人可能找不到 因为生产速度要快 所以这个区块里面 大家已经很明显的在做了 既然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你说AI是新产品 AI并不是 25年前 有人就在念这个 类神经电脑学 就是AI 你想想看在20年前 20几年前大学就开这个专门课程 那你想想看它发展多久 20年以上 现在才慢慢的成熟 应用面很广 大家都知道 听到了 深层是AI 深层学习 甚至于说未来的无人机 无人机的操控 无人机的编队飞行 AI去帮你做一个辅助 对不对 战斗机开出去 AI 战斗机上面就装AI的server 去管它手底下的 五六台辽机 就是五六台无人机的辽机 这个是未来的趋势 既然这是未来的趋势 那它需要什么东西 你说F35为什么很强 我要提到这个是因为 它跟两样东西有关 F35是类似于在空中飞的AI server 它需要强大的通讯管理晶片组 它需要强大的通讯管理的东西 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 通讯管理永远是需求之所在 它叫做企机 企机它其实在 它有供应这个德国莱因的 这个所谓道路车辆安全监控 然后YLAN的蓝牙 这个4G跟5G车用通讯模组 TA2的 这是设计跟制造卫星通讯 这个是很重要 Microwave跟Radio Frequency 这个制造卫星跟 这个是微波 微波通讯系统 现在都是用这个 BSD也一样 ADAS 这个我刚刚讲ADAS 这一些我讲的是商用 如果把它导入军用 就变成我刚跟你讲的F35 类似这个 或者我们台湾自制的 无人机这些连在一起 我要讲的是说 它的商用需求不是我们看到 AI PC 就是电脑里面装AI伺服器 或是AI的晶片组在里面 帮助你做一些事情 当然它可以 但是如果这个是所谓的民用 导到商用再导到军用 那它的需求面就是全面性扩出去 我要讲的是 现在的AI是全面性往外扩 台湾我们中华民国 我们的电子业占全世界 我们的代工ODM是全世界70% 晶片更不要讲了 对不对 之前晶片组缺欧盟跑来要 美国跑来要 日本跑来要 大家都要台积电去设厂 一下子跟你说地缘政治 你要来我这边设厂 我们的东西人家是抢着要的 现在的AI的需求出来 也是大家要抢着要 跟谁要 跟我们要 跟我们台湾的厂商要 我刚刚讲的企迹嘛 通讯产品 今天跌2%多了 它也是高档 你看它是高档震荡 体积是高档震荡盘 高档震荡盘 它是谁 不是软体 不是软体 通讯的网卡 卫星 微波通讯系统 这些是加总起来的 然后我们再看其他的 AI的6515的盈威 下来之后也是低档震荡 你看它开始跌 盈威也是7月份上去以后开始跌嘛 它也跌了4个月嘛 所以最近比较 所以最近它比较强嘛 对不对 所有的电子股 我刚跟你讲的 这些AI的部分 它都已经跌了4个月了 契创今天是翻红 它也没什么跌到 它是最近才起来 契创刚起来 契创它也是基优股 它是军用公控 对不对 车用公控的LEDDDI 细创 这些 这些都是基优股 它不是阿里不达 它没有阿里不达 微影也是 微影这些也是 它也是 AI Interface Inference 对不起 Inference 不是Interface Paneless Upgrade OK 专门做AI Multi-Mode Server 网络服务 网络服务 ASIC 客制化 客制化也 21吋跟19吋 那你要不要看看见顶 3044的箭顶 汽车版 汽车版 制服器 对不对 汽车版 制服器 记忆体模组 都一样阿 我刚跟你讲的 这些全部 都是 我们 所有产业的代表號 什么代表號 就是说 你去翻所有的电子 箱里面都在AI身上 都在PC 都在笔电 你说 NBPC 我没有办法有那个 我老实讲 这个 手机终端市场趋稳 这个很重要 AI的推升3奈米运动 银运动能 不是运动 银运动能 所有的迹象产业面 告诉我说 它就是要反转向上 它不是在跟你开玩笑的 AI未来就是推动 台西电的需求先进封装 COWAS 所以西光子今天会涨 CPU 再来AI伺服器 晶片组 晶片法案 那个已经过了 反正你要怎么定 你就怎么定 我们台湾又不是只有 在做中国大陆的生意 那是你美国 巴着中国大陆不放的 台厂早就已经全世界布局了 全世界都需要 我们台湾的晶片组 或者是我们的代工实力 跟我们的晶片设计 半导体 半导体的封测 这个是我们的优势 你当然会受到国际影响 但是这个国际影响下来 反而是一个绝佳的另外一个起涨点 就跟鸿海的反弹是一模一样的 今天鸿海没有利空 没有政治利空这条线 它还不容易大涨 因为它需要利空彻底 台股也一样 广达也需要利空彻底 它在多头底 你看已经五次了 尾创也是七八天了 我要讲的是它们就是代表号 契创见顶 这些它们是旁边的 我是希望各位能够跟上我们的脚步 把握这一次AEI大反弹的机会 到达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